李小龙的动作有很强的爆发性 当年他一个人秒杀两名好兰物保镖 这到底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李小龙弟子斯特林斯利芬特 面对记者兴奋地表述着 当年歌手维克戴蒙 曾经邀请李小龙去拉斯维加斯 在他的演出结束后 他邀请李小龙到他的套房 维克对东方武术很感兴趣 但是他对套路在搏击中的有效性有所怀疑 维克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 那就是许多武术的奥秘被夸大了 他强调一个优秀而又强壮的街头格斗家 能够一直打败空手道架 尤其是亚洲人 亚洲人身材矮小 在大街上和美国人打架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维克并没有将自己的偏见放在心上 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 当时维克雇佣了两个身材魁梧 全副武装的保镖 已显示他对武林高手的不屑 李小龙经过一番权衡 终于想出了一种既能证明 武术功力又不会受伤的方法 我会告诉你我们能做什么 李小龙说 让你的一个保镖站在门前 那时我要从这扇门里进来 他向这名保镖解释道 阻止我进门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另一名保镖被李小龙安排在了 离第一名保镖五英尺人的地方 然后让他把一支香烟放进嘴里 我们假定香烟就是放在枪套里的枪 他继续说道 维克 我希望当我经过门的时候 你开始数五下 就在你数数的时候 我会越过第一名保镖的防备 并从第二名保镖的嘴里踢走香烟 而香烟则等同于枪 就在我经过门的时候 第二名保镖应该设法 在我把他的烟梯走前 把他从嘴里拿出来 现在的形势对我不利 因为我提前告诉了你我要做的一切 如果我成功了 那你就会知道武术能做什么 你对这样的一个教训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他们都说 当然 哦 货继 就这样 于是李小龙离开了房间 同时 维克对他的保镖们说 注意 我不想让你们伤害他 因为他是一个小个子的中国人 但是我也不介意你们中的一个货者 你们一起把他揍一顿 给他一点颜色巧巧 然后把这个问题一次性解决掉 于是 大家都在等着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像爆炸声一样射人心魄 门不但被打开并飞了起来 而且完完全全的从墙上被撕裂开来 该死的李小龙把门上的脚链都踢得脱落了 门接接时时的猛击到第一名保镖 他被撞翻了 脸被门挤伤了 最多两秒钟后 香烟从第二名保镖的鼻子前面飞过 李小龙把他从第二名保镖的嘴里踢飞了 而这名保镖还呆若木鸡般的站在原地 李小龙转过头来看了看戴蒙 戴蒙睁大了眼睛 半天才说出话来 天啊 现在 不管这件事是真还是假 我永远也不能确定 但这件事是在一个好莱坞派对上听到的 实际上 这件事在当时的好莱坞广为流传 这就够了 我知道李小龙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希望能跟他一起训练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李小龙故事 我愿意接受 从那时起 李小龙的名字就在好莱坞传开了 大家都在讲这个故事 我决定见见他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追踪他 他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只有少数知情人才知道在哪能找到他 斯特林斯里芬特是独一无二的 在过去的25年间 由他所写的剧本复印件比施乐公司的还要多 在他那只忙碌的笔下写出的像《海神号遇险记》 以及火烧摩天楼等都是轰动一时的电影大片 他在1967年凭借炎热的夜晚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奖 并且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写出了如盲人追凶这样富有想象力的电视连续剧 他辉煌的剧本创作生涯始于一种陌生的武术 从1950年代末开始 每当他视察补业城中的空手道场景时 他总是满腔热情地将武术融入到剧本中 他先后在15个方案中使用过武术 好莱坞中也没有哪个编剧 能够像斯特林一样将武打的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中 也许斯特林最出名的是他和李小龙的关系 他为李小龙在好莱坞的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远超 其他名人为李小龙所做的 自从与李小龙合作了1970年的《丑闻叠血》后 《译者注》 这部电影1968年拍摄 1969年在美国公益 此处一位比物 斯特林为李小龙夺身定制了很多剧本 包括《盲人追凶》 许多影迷认为这部一小时的电影 对李小龙有着特殊意义 他在此片中的表现精彩绝伦 此外 斯特林最初和李小龙以及詹姆斯科本合作了《无音笛》 《不幸的是》 这部影片最后由大卫卡拉丁主演 供应十片名为铁汉圈 这太让人失望和伤心了 结果1975年 他的成果是饱受争议 剪辑粗糙的杀手精英 这不是他的错 斯里芬特是李小龙的私人学生 曾向他学武三年 是李小龙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在此期间 原本默默无闻的李小龙成为了杰出人物 尽管事实上 他私下与李小龙的关系十分密切 但过往媒体对斯里芬特关于李小龙的访谈都是粗质滥造和肤浅的 作为他的故事的一部分 他给出的理由很令人吃惊 就好像他的电影剧本一样 一鸣惊人 没人听我的 而我听了这位大诗集的编剧讲了四个小时他整个的无数历史 其中主要是谈李小龙 斯里芬特至今还拥有如照相机般清晰的记忆力 回忆起那些细节来一丝不苟 他的描述非常坦率 他希望能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予以详细说明 李小龙有很强的爆发性 我认为这个词用来描述李小龙是最恰当不过了 事实上他非常高兴别人这么描述他 我也有这种特点 后来李小龙教我踢法 那是一个简单的直接向前的前踢 左右两条腿都要练习 在李小龙的那个年代 他的踢法完全不同于其他的武术 他的技巧是 重心落在你的左腿 调宽拧身以全身的力量进踢 这并不是其他直踢的变种 他觉得其他的直踢是在浪费时间 踢击的方式也会让你容易处于弱势 对他来说 那会在实战中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他还认为那会极大增加你在实战中遇到的危险 比如腿可能会骨折 就更别提头部和颈部可能遭到的打击了 李小龙喜欢运用宽部和整个身体产生的加速度和力量 踢出一记大力侧踹踢 他还让我练习横扫踢 用脚背或胡指对指定目标进行踢击 比如踢击弓二头击或肩膀 李小龙的理论是 你踢击对手的手臂所产生的鞭打效应 有可能会毁掉对手的脖子 李小龙在香港电视台演示的截拳道横扫重踢 我是那种要真正的理解某些理论 就必须先要有所体验的家伙 我对他说 李小龙 你应该让我体验一下这种踢法 我才能理解你所说的意思 李小龙回答道 我不想那么做 因为你会受伤的 他只是用他的脚背 轻轻地推踢了我一下 我说 不 给我来点狠的 我只是想对这种力量有所了解 咚 他踢了我 我立刻就理解了他所说的 我的脖子发出了嘎的声响 头部一侧遭到鞭打尽力的冲击 我满眼看到的都是金星 三天里 我丧失了行动能力 我必须去请一个按摩师 李小龙很难过 我用力大了点 他说 相信我 如果一个人摆好格斗姿势 你用和李小龙一样的尽力 踢他身体的一侧 他肯定会听到头部另一侧 发出的刺耳的嘎的声响 这种踢法攻击大腿同样非常有效 踢中肋骨能置人于死地 斯特林斯里芬特已于1996年4月 在美国去世 在美国去世